因應到中央在第三項公司在國立辦公室開始來看上這個中央雷金路 每一位中央拿到紅包都是笑到非常開心 今年第三項有將近一萬兩千人可以拿到雷金 其中百分之三十六個中央該用費款的公司來領處 為了公平中央第三項公司來表現 從每一年開始將會專門跟雷杉費款的公司來看這個中央雷金 現在國立辦公室會協助中央來辦理 房屋在公室 這麼一千塊 中央雷杉就在購買了 第三項公司在這兩天趕緊在國立辦公室 辦理發紅中央雷金的活動 很多中央拿到兩包安包 整個臉都是開心的笑容 心情很高興 很喜悅 我們除了縣府有花放一千塊的重量禮金之外 公所也是一樣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輩 我們家放一千塊的重量禮金 所以總共有兩千塊 那特別提到的就是說 公所一直在推行 就是能夠用費款方式來辦理 免得像這次颱風 那我們的長輩們 怕又怕遇到颱風的風雨這樣的情況很方便 三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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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是騎電動車來 也有人是為了假的走進行的一段路來而已 也有一些阿公阿嬤是找不到的地方 為了方便頂來點八 今年第三項公司 繼續推動累穿發紅 蔡用費款的方式 頂五所表示 為每年都開始 中央累穿就專門蔡用費款的方式發紅 費款也好啊 費款的我可以啦 有啦 有啦 比較後面啦 我們比較不會這樣走 我就不會騎車了 走到這裡 以後的話 通通再變成一個費款的方式 希望說還沒有辦理費款的 祖三鎮的這樣我們的鄉親 我們的長輩們 要辦理這樣這樣的費款作業 我們在十一二號之前 就通通費款 進到我們的一個帳戶裡面 非常方便吧 還沒辦了 記得這一次來領了之後 把它辦好 每年都要用鑽腳的喔 今年第三項有百分之三十六的店舖 選到費款的方式 來領中央累積 頂五所表示 累積都已經回到小婆子 今年又在辦公室 也會貼做店舖的反例行政費款 每年開始 中央累積就專門回到店舖的小婆子裡面 這樣就不用自己親自走一趟 記得看我開場報道